请大家一起合掌 我们共同练诵发愿文 起手华颜真性海 种种光明辩造尊 普贤万恨所庄严 一切真如法戒障 龙树龙宫轻送意 时差余田产为言 一圣圆顿妙法门 见性成佛真秘典 手捧木棺心口诵 当知树有大因缘 见闻随喜发菩提 究竟原成萨婆若 好 请放掌 今天天气阴冷 又下着雨 各位学长们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保暖 衣服要增添 自己一定要注意到 不要感冒了 我们今天新发了几份讲义 今天新发了 一二三四五 这五份讲义 那这五份讲义前面的都是我们辟如这纳品第六 那这两份讲义不太一样 前面这一份指的是我们辟如这纳佛 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那个时候叫做大威光太子 那他所得的法门 那有哪一些我把它整理起来了 那第二份的呢 第二份就是这四佛法门 就是这大威光太子得到四个佛的教导 他得到的是佛法门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书超 告诉我们所得法门的法义内容是什么 所以这两份是要一起看的 这两份讲义 你们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下礼拜会应该会讲 下礼拜应该会讲 所以你们回去先做一个预席 那接下来这一份叫做明法品第十八 那下面是进行品 再下面是贤熟品第十二的书超绘本 那在这个书超绘本这个讲义上面 大家写个括号 摘要 这并不是所有贤熟品里面 所有的完整的内容 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整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前后里面重要的那个关键点 把他截录录出来 把他截录出来 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给大家也是选手品全部的经文 选手品全部的经文 所以选手品全部的经文 要跟这一个书超绘本要一起看 那所有各位手上所得到的这些讲书呢 我都会在上课的时候 除了讲我们书那个书超里面的旋谈 华言旋谈以外 我都会跟大家花个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都会做一个重点式的介绍 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经文里面重要的结构 还有它里面重要的法义是什么 所以大家拿到这一些讲义 回去最好把它整理一下 怎么整理呢 就是从每一会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每一会每一会 每一会里面有哪一些讲义 你们把它用以会做区别 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会慢慢的讲到 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 我们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要花的讲义 也有四份讲义 第一份是菩萨问明品 第二份是石通品 然后第三份是选手品的全部的经文 这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全部的经文 那这个全部经文跟刚刚那个书超的 重要的内容说明对着看 你们就会很清楚 那第四份讲义是石人品的贯科 都一样都是贯科 所以最近讲义发得多 但是我会随着我们上课的时间 会跟大家做重点式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要继续上个礼拜还没有介绍完的 十悬门里面所提及的经文 那我今天看到好像有两位或一位新同学 一位新同学是上一次课有来是不是 那另外一个是今天才来 手上都有讲义了吗 有了 好 那你们两位都接触过华言 好 那OK 那这样很好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今天要先从我们上个礼拜 谈到的那个石地品 石地品我们已经上个礼拜简单介绍过了 对不对 介绍过什么 石地跟石柱相关的重要的内容 经文内容 但是石地品里面有关于石悬门的这个经文 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介绍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把石地品拿起来 雅芬你还有新的石地品吗 给那个新同学借看一下 没有是不是 有的话就给新同学借看一下 我们这个石地品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每一地 每一地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 它有不同的修学的主题跟内容 对不对 但是呢 无论是石地 石形 石回相等等 他们每一地所修学的 事实上 初地跟 初地 二地三地 等等这些所修学的 就是我们的石波罗蜜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石柱 石柱品 事实上它也修学石波罗蜜 那我们石地品呢 每一地所学的 也都是石波罗蜜的内容 所以呢 初地学的是什么 石波罗蜜初地所学的应该是什么 什么波罗蜜 石度啊 石度啊 石度是从六度开展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初地就是学的是布施波罗蜜 那除了布施波罗蜜以外 它还要加上一个四色法 四色法门 四色法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看石地品他的经文 我已经在line上面有跟大家讲过 他的有一些很类似的 然后不断重复的经文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有看 有没有看 要看要写 这样子你们才会知道 我们上课到底在讲些什么 先看他在哪里讲 出地在哪里 石地品在哪里讲 他画自在天宫 对不对 他画自在天宫的魔力宝殿 然后跟很多很多的大菩萨来聚会在一起讲 然后呢 这些讲的时候 有很多菩萨都来听法 那这些菩萨呢 看到第二页 看到第二页 这些菩萨呢 他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的菩萨 前面都有一个什么什么仗 譬如金刚仗菩萨 就是我们的主讲者 法会的主讲者 第二个宝藏菩萨 接下来莲花仗 是不是都有一个仗的菩萨 对不对 那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根本制 那最后最后一个菩萨叫做什么菩萨 解脱月菩萨 这个解脱月 注意这个月制 它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的后德制 也就是说 在石地品当中 当我们要真正进入石地品当中的修学呢 事实上修学的是哪两种智慧 根本制跟什么 后德制 就是要修学这两种不同的智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这个金刚仗菩萨 他入了什么三昧 菩萨 大智慧光明三昧 然后每一地每一柱的菩萨 他所入的三昧不一样 以后我们会有一份讲义专门来介绍 不同菩萨所入的三昧有什么不同 然后呢 这个入了三昧以后呢 就有多少的菩萨 为成数的这一些诸佛 来献钱呢 有多少 十亿 对不对 十亿的这么多的菩萨 这么多的佛 诸佛来献钱 而且都是什么 同名金刚仗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 最后最后呢 在赞叹正成这个实地功德的 数目字也是十亿 对不对 但是在十注十行十回向当中呢 前面来几的菩萨 跟后面正成的菩萨 他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正成菩萨的数量 是前面来几菩萨的十倍 对不对 这个上礼拜我们有提到过 好 有这么多十亿的那个同名佛 同样叫做金刚仗的佛呢 来赞叹来献钱 然后来做什么呢 来做身口意的加持 加持金刚仗菩萨 所以呢 就摸摸金刚仗菩萨的头顶 这个就是加持 对不对 摸摸摸他的头顶 然后呢 加持以后呢 金刚仗菩萨就要开始出定来说法了 是不是 好 那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先看他要开始要出定说法 所以就先讲 就先讲 菩萨地等等这些前面有一些讲法 那后面呢 就有三家五请 三家五请 那三家呢 三家就有三种不同类别的听众来恭请 恭请金刚仗菩萨来讲实地品的种种重要内容 但是金刚仗菩萨呢 到最后最后到无请以后才答应的 那哪三家 第一个大众请 第二个解脱乐菩萨请 第三个呢 搬出谁来请 金刚仗菩萨才说法呀 搬出如来请 金刚仗菩萨才真正的说法 好 那这个内容回去自己看 那说法以后呢 就是最后如来加请 而且放霉间光 对不对 放了霉间光 然后金刚仗菩萨呢 这个时候呢 就观察这些大众啊 都已经进入状况了 进入真正可以听经文法的状况了 所以呢 为了增加大众的信心呢 就说了一个寄语 这个寄语说完了 就真正的要进入实地品 要开始讲出地了 要开始讲出地了 然后这个出地呢 我要先跟大家介绍啊 每一个每一地 它的经文都分成三大部分 每一地的经文都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还没有真正进入 那个实地修行之前的那一部分 那个一部分叫做入 入心 入进入的入 你要如何进入到 这个要学习出地的那个智慧 那个心理状态 那个叫做入心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叫做住心 住 住处的住 住所的住 住心就是说 你已经进入了出地的介绍以后 那那个住 那出地的真正的修训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叫做住心 住心分 住在哪里 住在出地的学习内容当中 这个叫做住心分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 出心 进出的出 出来的出 出心 就是说你已经完成了这一地的修学 然后你要进入的下一地更深的修学当中 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内容 那最后那一部分的那个初心呢 就是我在赖上面告诉大家要化重点的那一部分 就是初心 就是从调柔果 开始的那一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依着这个经文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实地的出地的欢喜地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心里正的空性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欢喜地 而这个欢喜地开始能够怎样 能够自立立他 能够自立立他 所以从这一地开始 请大家把它写上去 这个就是入心 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第一地开始的 这一部分开始 就入心的开始 要进入出地欢喜地的开始 这里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你要进入欢喜地呢 你的根据 根据什么什么 为什么要学呢 那根据什么原因呢 等等 大家这回去看 然后呢 假如要进入欢喜地的时候 你心里的状态又是如何呢 好 那从这里开始 从这边下面开始 这里 大家在这边写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开始是 解释他 解释欢喜地的那一些原因 有没有 然后呢 我教大家怎么样找 找说我们的柱星 每一地 柱星的那个经文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都有一个柱 菩萨柱欢喜地 能够怎样怎样 把这个柱画下来 所以从这边开始呢 就是我们的柱星分 柱星就是要开始正式学习欢喜地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我们大一要学习的内容的话 这个就是大一要学习的所有的功课 所有的学分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叫做柱星分的开始 好 有没有 这个 这个keyword在这里 大家自己要懂得看经文 懂得判断 从这个柱星分开始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欢喜 你到底欢喜什么 欢喜有什么样的 那一个表达出来的 那个状态呢 譬如说 成就多的欢喜 就是法喜 这个欢喜就是法喜 心喜 包括身体清安 包括对于法义的那个欢喜 那个法喜 还有尽兴 爱乐 世悦等等 这个就是欢喜地开始的 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的那个状态 心理状态也好 什么那个外相也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欢喜地当中 真正修学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 你要有大悲心 你要有大悲心 有没有看到 也有大悲心 有跟上吧 有没有跟上 有找到 有找到地方 好 一定要有大悲心 然后大悲心呢 下面就有很多如何修大悲心的 然后接下来有很多 我下面都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你住在欢喜地当中 这个欢喜 这个法喜啊 更甚于声闻跟圆觉 这两种圣人 所得到的那个法喜 那为什么呢 下面就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大家就可以依照这些解释呢 慢慢地去做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一直到最后 最后请大家翻到第14页 请大家翻到第14页 大家等一下 在第12页的时候 第12页的时候 下面有一个 十二因缘 有没有 聚足诸苦关 也欢喜地的时候 也要修十二因缘 我们十地品当中 特别提到十二因缘的 除了初地以外 还有第六地 第六地也特别提到十二因缘 所以这些都是修行的一个主要法门 都是修行主要法门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14页 为什么看到第14页呢 好 为什么呢 那从这里开 第14页下面开始 我所画的这边开始 在这里 请大家在这里写下 就是经文段落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叫做什么部分 初 初来的初 初心 初来 就是说你要进入 开始学习的那一部分 叫做入心 对不对 然后你真正在学习 那个主要法门 主要内容 这个叫做住心 住在哪一地里面的学习内容 叫住心分 那最后呢 你学习的 差不多要毕业的 要圆满的 这一部分呢 这个叫做初心 初来的初 初哪里 从窗喜地 出来要进入 第二地 第二地叫什么地啊 第二地叫什么地 背起来喔 离构嘛 对不对 我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怎么样背这个 实地的方法了 以前啊 是不是 其实很好记喔 好 那这一部分 那大家要注意喔 在这一部分当中呢 大家请大家看到 要把这个拿起色笔来啊 要把这个画下来 第一个 画的是什么 调柔果 有没有 为什么要画 因为呢 所有每一地的初心啊 初来的初 就这一部分的初心啊 他的都分成三部分 都分成三部分 都是到了这个 较量利益 得到果的利益 然后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殊胜呢 就是在这一部分都是属于初心 那初心里面呢 就有三大部分 一个是调柔果 调柔果画下来 那大家看到这调柔果 有没有看到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一部分吗 我上一次有请大家画下来 这一部分的经文说的是什么 这一部分的经文 上一次 有没有画 还记得吧 这一部分说的是什么 这一部分的经文 都没有写上去啊 都打屁股 自己打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简单啊 这我不就是告诉大家说 每一部分 都有相似的经文内容吗 是不是 每一地 每一地都有相似的经文内容 那现在大家画下来 初地的这一部分 在一到八地的调柔果 从我们现在初地到第八地的调柔果 那个经文的 现在这个经文的这些字眼都很类似 大家回去对对看 从第一地到第八地 那第九第十当然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它那个境界不一样 所以描述的那一个文字也不太一样 那这一部分 就是我在赖上告诉大家要画下来的 一到八地调柔果的经文都很类似的 都很类似的 然后大家看到初心里面呢 我们有除了调柔果以外呢 还有什么 第二个看到 看到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的发去果 有没有看到 所以有发去果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第十六页的社报果 还有第十六页的社报果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初心 从初地到第八地 至少到第八地第九地都有这一个 初心都包括这三大部分 而这三大部分在这里呢 在这一部分呢 我也请大家 这一部分 也请大家有画下来了 有没有 这一部分 一直到下面的 一直到下面的志愿果 到下面的 这里 这一部分呢 也是几乎经文都相等 从第一到第十地 我还在我的这个 自己的用的这一本上面呢 第一地到十地皆相同的 事实上我都把它画下来了 譬如说有哪边相同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哪边相同呢 能以大师摄取众生 一直到这一个 你看 第一地到十地都有这样子的 这一段内容 然后呢 还有一个 附作试念 附作试念 这一段也有 然后呢 还有在出家果当中呢 出家果当中 从这里 一直到 到那个 能动摆佛世界 能动摆佛世界 然后 能释现一生 到菩萨眷属 等等 你看看 这里面其实 有非常多的经文 是重复出现的 那为什么重复出现 重复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经文 先把握 那个经文的结构跟药理 这样看起来 大家就会很轻松了 好 这个是出地 然后在出地当中呢 在出地过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 就是第二地 第二地是 第二地是离构地 第二地是离构地 离构地修的是什么 离构地请大家翻到第十九页 翻到第十九页 持地品的第十九页 离构地修的是戒 有没有 出欢喜地修的是布施 第二地翻 那个修的是持戒 可是这个戒呢 它是属于应该跟我们所说的戒不太一样吧 当然不太一样 为什么叫做上上的十善 同样是十善法 但这十善法的本质 它已经完全跟我们现在所修的 所谓的十善法 它那个精细程度 那个清净程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叫做上上的十善 为什么依据已经要修到什么 要修到我们的 要修到我们的是属于法身 法身里面本性之戒 法身的性戒 不是我们很粗的那一种 我们不能够什么诋毁三宝 不能够干嘛干嘛 不是这种戒 而是已经修到法身的性戒 能够怎样 自体无垢 本性无垢 自体就是本性的意思 本性无垢 不是我们一般很粗浅的 所以离垢地 离垢地 修的是戒 好那现在知道是戒的时候 请大家翻到第二十页 我们我现在要考验一下大家 我们刚刚不是说每一个经文都有 都有什么心 哪三心 哪三部分 一个入 再来住 还有一个什么出 好那现在请大家在这里告诉我 这一段是属于哪一心 从这里开始 这一段是什么哪一心 入 入心对不对 答对了 很好写上去 那你要找的 你要确定跟自己确定说真的是入心吗 你要怎么确定 哪一个字可以告诉你在哪里 有没有 对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那个关键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一部分是入心 这一部分入心 这一部分入心 很好啊 大家都聪明一学就会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是这一部分入心对不对 然后住心从哪里开始啊 住心 入心找到了 那住呢 住在哪里 住心 住心你就找一个 哪里有一个住的地方开始 有没有找到 有没有找到 也是投用在第二十页 有没有找到 在哪里 倒数第三行 对不对 就在这里 菩萨住离构地 开始要怎样怎样修学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大段 第二段 第二段 住心 真正要修 修的法门都是在这一大段 住心 都在这一大段 好很好 那请大家自己找 告诉我 那初心在哪里 初 初心位 怎么样修 这个都一直是第二地要开始修行的种种的功课 对不对 那初心呢 初心在哪第几页 刚刚有提示到大家 初心里面都是什么 不是有三种果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味果 有没有看到味果在第几页 二十六页 对 有没有 从味果开始 这里 所以呢 你看看 这个 这个以上 从这 这里以上 这个就是离构地的住心分 离构地要修学的种种法门跟内容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修完了以后 你得到什么呢 你得到的就是这个味果 第一个 调柔果 对不对 就是调柔果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一部分上面就写上 这个是初心 这里 这一部分开始 这个就是初心味 初心分或初心味都可以分 分就是这一部分开始 初心 初心 然后呢 有一大部分相同的经文 在这里 大家自己画下来吧 本来都是你们应该自己做好的功课 我已经在line上面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相同的部分 跟我们初欢喜地 有没有 住此离构地 以愿力得见多佛等等等等 这一部分 欢喜地也有 这一部分欢喜地也有 乃至于后面的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很类似的经文 都是很类似的经文 然后这个初心一直到哪里结束 等一下 到了第27页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也是一样的 在色暴果当中 色暴果当中的从布施开始 布施在哪里 在这里 布施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下面的 这个自愿果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经文 也是类似重复出现的经文 也是重复出现的经文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哪一些是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 在我们的这个二帝 二帝就是那个离构帝 你看他所得到的色暴果 果暴 你所得到的那个果暴是什么 住此地的菩萨 多做什么 转轮圣王 对不对 为大法主 但是这个就是不一样 初帝二帝三四五六帝 不一样的地方 初帝的话呢 初帝的话呢 他做的是什么东西 他做的是什么 初帝 大家可以回去初帝找找看 他做的是什么 沿浮提王 那个地方是在我们的我们的第十六页 大家看一下 提示大家每一地不一样 他继位的那一些圣者的那个都不一样 初帝是沿浮提王 有没有看到 第十六页 第十六页那个社报果那一段 初帝是沿浮提王 然后我们的离构帝 二帝离构帝 做的是什么 转轮圣王 那第三帝呢 第三帝呢 第三帝呢 等等等等的 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实在是这个经文很好玩吧 对不对 你把所有的类似的把它归纳出来 然后呢 要修学的那一部分 在中间就是筑地 就是我们要增强的 要修行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修透的那一些圣德 跟果报是什么 好 这个很好玩 好 我们现在在看到我们的三帝 因为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这样大家熟了以后呢 你很快的就可以找到的重点 那我们看第三帝 第三帝在第二十九页 好 第三帝叫做发光帝 他发光帝修的是禅定 很厉害 他修的是禅定 他为什么叫发光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发那个 文师修三慧所得的那一个智慧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进入深禅定当中 这个叫做发光帝 发光帝 好 那请问大家 这个入分在哪里 入分 三大部分的第一个 入分在哪里 从哪边开始 这里啊 解脱月 父亲缘 有没有 五位大士 金刚藏愿说去入第三帝 这里开始 所以 金刚藏菩萨就开始说了 就开始讲了 所以大家要从这边开始 从这里开始 这个就是什么地 什么心啊 入心 入心 那住心在哪里 住心 住 住心 住心在哪里 住在哪里 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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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页 同样这一页在这里 菩萨摩萨住第三帝 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 因为下面的那一些解释啊 这一些解释就是解释下面的 所以经文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是开始什么 住心开始要学习的 学分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是开始什么 从这里开始 他的重点 那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跳过去了 跳到最后 最后的初心在哪里 初心 请告诉我初心在第几页 初心第几页 那你们要找什么样的那个关键字呢 初心 你要找初心 初心是最好找的 你要找什么关键字 这里嘛 再强调一次 这个不能忘了 再忘了要打屁股 在这里 有没有 一定要找胃果 胃果当中就有这三种 调柔果 对不对 找胃果 胃果开始了 这个就是初心住的开始 从这里下面 从这下面开始 就是初心 已经要进入第四地了 也就是说 你第三地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然后调柔果 对不对 有色暴果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一个调柔果当中 大家画下来吧 已经看到这边了 调柔果当中 调柔果当中 在这里 佛子 佛子在哪里 在这里 是菩萨住发光地以愿力故 得见诸佛 一直到三之一 对不对 好 在这里 这里 在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呢 一到八地是相同的文章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呢 在第五文三十五页 相同的文章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色暴果 跟这个愿治果当中 这一大段 也都是相同的文章 相同的字 差不到什么 有差的地方 有差的地方是什么 你知道吗 譬如说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做三十三天王 然后我们不是说 三十三天王就是道立天王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画下来 因为在 在那个 在初地是炎福提王 对不对 然后在二地呢 二地是 二地转人圣王 然后三地是道立天王 像这一些细微之处 你们自己回去看 那说到这里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都应该知道 每一地的 那一个 那个怎么找 入心 住心 初心 你应该都知道了吧 对不对 我就不带着大家慢慢找了 但是在第三十七页这里 顺便跟大家讲 因为讲到这里 三十七页就讲一下吧 三十七页这里的注分 三十七页这里的注分 这个是注分 因为这里有一个注 对不对 菩萨注 这个是注分 然后这个注分呢 那同样的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 那同样的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 这一段跟什么是一样的内容 跟什么是一样的内容 上礼拜讲的是 上礼拜讲十地跟十什么品 十柱 对就是这一段 十柱品 十柱品 这一个是第四柱 十柱品的第四页 深柜柱 就是讲的就是这一段 讲的就是这一段 回去大家 自己对着看 看一看 好不好 自己对着看 好 那练习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找了 所以我就不要一地一地的带着大家找 那我们现在呢 要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十悬 十悬门 到底在十地品当中 有哪一些经文是清凉主师告诉我们 提示我们 其实有很多 不是只有清凉国师告诉我们的这一些而已 很多 但是我们以清凉国师的为主 请大家翻到第九十三页 我们要找一个 找一段经文 他说的是同时巨竹相应门 九十三 我们要找一个 找一段经文 他说的是同时巨竹相应门 九十三 其实他这里面十悬门里面都谈到了 好 在哪一段 大家看一看 我们要找一段同时巨竹相应门的 在这一段 九十三页大家都找到了吧 九十三页的第二段 九十三页的第二段 金刚藏菩萨言佛子我未辱说令辱得解 佛子此法云地菩萨于义佛所一念之情 有没有看到 于 于义佛所 然后一念之情呢 所安所受所舍所持 大法明大法造大法语的三世法藏 这一段 这一段呢 请问他这一段说的是我们十玄门的哪一门 大家判断一下 因为十玄门我们法义讲过了嘛 对不对 然后经文以前也约列提过了 那这一段里面呢 他应该是十玄门 第一门是同时巨竹相应门 对不对 第二是广辖自在 第三个是一多相容 等等这十玄门 这个说的是属于第几啊 三世 十世格法 那你怎么说他是十世格法呢 嗯 他说什么 有一个三世法藏 好 所以他含着十世格法 OK 这可以接受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看喔 他有没有同时巨竹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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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为什么他是同时巨竹相应呢 你看 于义佛所 一念之情 他就怎样 下面这一些 所安所住所寿 等等等等这一些 对不对 就已经同时巨竹在这里面了 所以这个叫做同时巨竹相应门 这个叫同时巨竹相应门 好 那在这里面有 有这三个 大法明 大法照 跟大法御 大法明 大法照 大法语 为什么法云地 以叫做法云呢 因为有这三个特点 他有大法明 有大法照 跟大法语 大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法呢 是法光明 法性光明 无量无边的法性光明 然后大法照呢 照是照亮别人 明跟照不一样啊 明通常指的是智力 然后照啊 照通常指的是利他 以无量无边的法性光明 这个是智力 这个是智力 因为正的根本智 这个叫做法性光明 能够照亮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叫做方便智 就是 云大法语 这个是令众生听经文法 这个叫做云大法语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叫做法云地 这个叫做法云地 好 那我们现在再翻到 翻到第95页 我们的95页 95页 94跟95页当中啊 他有很多 我从94页开始看 从94页开始看 94页说的是什么呢 94页 他说的是 夜用 起神通力的夜用 在法云地里面呢 他有很多深奥的神通力 然后这一部分是依外在 依外在而起夜用的神通力 你看喔 第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随心念以辖世界做广世界 广世界做辖世界 好 这句经文你们想到哪一门呢 广辖自在 五爱门第二门 把它写下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包含着什么 还包含着什么 诸法相及自在 做嘛 辖变广 广变大嘛 广成大 辖极广 广极大 也是诸法相及 也含着诸法相及 好 好 那第二段呢 第二段呢 构跟近世界 构世界做近世界等等 然后乱住 赤住 倒住 正住 有没有 上一次我们有跟大家讲过了 那个世界啊 它的形状不一样 有时候它的 是描述它 它那个世界的形状 比如说 倒住跟正住 它描述的是世界的 这个世界海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乱呢 可能表示的就是 它的清静的程度 都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 这一门呢 大家注意到 一切世界皆能互作 好 以这样的一个经文 大家想到 十玄门中的 哪一门或哪几门 微戏相容 有微戏的意思吗 好像没有看到有微戏 微戏相容就是说 很小的 可以容很大的 但是我们这边 没有看到微戏的意思 然后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 皆能互作 有没有 皆能互作就是 像我们樱陀螺网一样 能够互相映射 互相显现 这个叫做皆能互作 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 比较属于是 樱陀螺网境界门 樱陀螺网境界门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 下面 下面这一个 自在转 这个最容易看到的 这个最容易看到的 对不对 这个最容易判断 这个最容易判断 你看 对啊 小融大 小融大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微戏 就是刚刚师兄讲的 这个微戏相容安利 一个小 小陈 小陈 是一个世界 虚弥等 一切三川 对不对 是不是小融大 而世界不减 陈相如故 陈相如故 就是陈还是陈的小 而世界不减呢 世界还是世界之大 但是呢 却可以以大入小当中 这个叫做 陈相如故 世界不减 所以这一门 应该是属于什么 微戏门 微戏相容 安利 有没有 安利相容 既相容又安利 陈相跟 如跟世界不减 这个就是大小都安利 大小都存在的 那这个很容易见 好 在下面呢 下面 或随心念于一毛孔释现 一切佛境界庄严是 这个说的是哪一门 这个也很容易啊 哪一门 一根多 一根多 一多相容 一 一毛孔是一 对不对 多是什么 一切佛境界 这个叫做一多 一多相容不同门 哦 大家写久了 那个十门都会背起来了 都背了起来了 然后在下面这一段呢 下面这一段更好 更容易辨认 来 或随心念 一念中 世界不可说 世界为成数生 有没有 从心念 然后一念 然后有不可说 然后现身 然后一身呢 有现手 一手呢 他拿着许许多多的花香花窃 曼盖等等等等 哇 那这一个大家看到的是什么门 嗯 这个最好辨认啊 头 舌 最好辨认啊 他有包括好几个门 那第一个是什么 有一多嘛 一念中世界不可说世界生嘛 这不就是一多吗 对不对 除了一多以外呢 还有什么 身现手 手直伏等 然后身又现头 然后头又现舌 等等的 像这个现来现去的这个呢 是属于因陀罗网境界门 因陀罗网境界门 第七门 然后呢 也 也有那个 第一门 第一门是什么门呢 同时聚足相应门 其实同时聚足相应门 就已经涵盖后面的第九门当中了 因为这一些呢 在一念当中 在一生当中 就已经同时聚足下面的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境界 有这么多的事项 这么多的理 事跟理都含色在里面 然后也显出事事无碍 也显出事事无碍 所以这个 包括第一门 同时聚足相应门 包括因陀罗网境界门 包括一多相容不同门等等 这都包含在这一段里面 有很多 对不对 好 你看十学门里面 是不是在各地的境界都有 好像都有许许多多的 对不对 好 那前面 前面第三十三页 我忘记跟他讲了 第三十三页也有一段 说的是一多跟隐显 在中间 生通那里 有看到吗 生通那里 在这 有没有 一生为多生 多生为一生 多生为一生 这不是一多吗 对不对 一多 一多相容不同门 这一多 然后下面这个呢 淫或隐或险 这个就是淫险 好 这个都很容易认了 很容易辨认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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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也有 第十跟第十一页也有 好 好 我们先看到 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的陈氏院 有没有看到这里 陈氏院 有没有看到我们跟刚刚刚很相似的文章 有没有 一切世界广大无量 粗细乱柱 我们刚不是有一个乱柱 倒柱吗 震柱吗 就是这个里啊 是不是 而你看这里啊 这里说的是欢喜地耶 欢喜地就已经告诉我们刚刚的 刚刚的第九地 有没有 九地同样的内一个内涵了 然后呢 如地网差别无量种种不同 那这一段呢 请问说的是哪一门呢 因陀罗王 很 对不对 大家越来越熟了 好 很好 那净土院这一段呢 愿一切国土入义国土 义国土 义国土入一切国土 那这一段是什么 义多嘛 对不对 义多嘛 好 好 那第十一月 第十一月的成政绝愿 成政绝愿 愿呢 一切世界成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后不离一毛端处 于一切毛端皆是现 出生出家等等 就是八向成道 好 这一段呢 有两个重点 也就是说有两个门 至少有两个门在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一多相容不同 对不对 一毛端跟一切毛端 这是一多 对不对 而下面呢 续线出生 出家 一道场 这个八向成道 大家想一想看 这一段说的是什么门呢 八向成道的这一门 在黎世间品 在那个里面都说很多 都说很多 这一段 这一段都说很多 大家猜猜是什么门 你们一定没想到的 猜猜看 樱陀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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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不是没有樱陀 不是强调樱陀螺王 对 这个里面说的是 维系相容 安利门 所以大家看到 谈到佛的八向成道 乃至于 那个佛呢 在入胎的时候 就已经具足八向成道 这一些都说的是 秘密 不是 说的是那个 秘密隐显 对 对 说错了 对不起说错 是维系相容 说的是维系 维系 维系相容 第六门 第六门 好 那 这个是实地品 我们没有办法介绍更多 但是很多精彩的经文 你们回去 根据你们自己 所学的十玄门的内容 好好的再找一找它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 还有很多经文 这个 今天的课最主要是着正于在十玄门经文上面的理解 所以现在我们先来做回向 然后再休息一下 请大家一起合掌 南摩 南摩 譬如 教主 滑藏 持尊 言宝记 之经文 不然寒之欲轴 沉沉混入 岔岔 十兆 十兆九万五千四十八字 一圣圆教 大方广佛华言经 若人 若人欲了之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造 尽会 尘员庄 千代 福愿弟子 生生世世在在处处 眼中常见如是经典 耳中常闻如是经典 口中常诵如是经典 手中常书如是经典 心中常悟如是经典 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 常得清净 华藏一切圣贤 长蒙华藏一切圣贤 慈悲设受 如经所说 愿惜证明 愿如善才菩萨 愿如文殊师利菩萨 愿如弥勒菩萨 愿如普贤菩萨 愿如观世音菩萨 愿如辟鲁遮纳佛 好 请放掌 我们刚刚把实地品的实学们大致能够有理解 那个经文的特色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把实回相品拿出来 实回相大家都带来了吧 有 好 那实回相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一品非常非常的特殊 它特殊在于说 它是把前面实柱实行 乃至于最最前面的那个实性 前面的这几个修行都已经把它同整圆融了 所以叫做实回相 那它回相呢 通常有三个地方 我们学 我们通常在无论在听君文法在做法会 最后有一个回相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回相 有三个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要回相哪里呢 回相真如 第一个回相真如 第二个回相菩提 第三个回相众生 有三个路径 三个方向的回相 回相菩提就是回向我们的觉悟之性 对不对 那回相众生呢 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不用讲 还有一个回相的是什么 我刚刚所讲的 真如 对 所以这三个回相的特色 我们自己要掌握住 那我们现在说实在的 是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介绍 但是实回相品的某一些重要的观念 尤其是那一个不失的那个观念 要跟大家讲 请大家先把实回相品拿出来 实回相品呢 他的会主啊 说的说法的 法会的会主是金刚床菩萨 是金刚床 那实地品是什么 是什么菩萨 金刚杖 不一样 床跟杖不一样 一个是金刚床 一个是金刚杖 他所入的是菩萨至光三昧 那我们看实回相呢 他有多少的诸佛 同号诸佛来 十万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的实地品是多少啊 多少 十亿 你看境界差很多 所以数目也差很多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这些都只好跳过去 这些只好跳过去 先看到第三页 第三页 救护一切众生 然后离众生向回向 这是第一个回向 第一个回向 第一个回向你看 他可以分成两段 一个是救护一切众生 这个是前一段 那第二段是怎样 离众生向 有没有 我们要救护一切众生 但是你不能执着于 我度了多少众生 有多少众生因我而得度 这个叫离众生向 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 有没有 三星四项都要离 救护一切众生离 众生向回向 而这个呢 重点在哪里 重点有两个字 把它画下来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悲 一个是智 救护众生前面的 那个救护众生是大慈悲心 然后离众生向呢 不是说我想离众生向 就离得了的耶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才能够离众生向 对不对 那这个智慧基本上 就是什么智慧啊 空性的智慧 根本的智慧 你没有空性的根本智慧 你离不了众生向的 离不了众生向 好 这个是第一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跳过内容了 没办法讲 要看看我们的第二回向 第二回向呢 是不坏回向 好 那请问 我们的第一回向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回向的重点是什么 悲跟智 修悲跟智 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回向 第二回向是在第十页 是在第十页 大家回去标签自己贴上去啊 这样你就很容易找 像我的书啊 都会贴 贴贴很多 旁边都是第一回向 二三四 然后上面这一些是什么 上面这一些就是 就是特别的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内容 就像这个 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有六十门的布施 布施就讲了六十门 好几十页 好几十页 所以大家回去啊 就是拿那个标签纸 把每一个回向贴下来 这样你每一次一找都很清楚 然后呢就用更小的字啊 第一回向 它的重点 就是悲跟智 第二回向重点是什么 信 就是信心 信心的那个信 好那我们 闲话少说 看第二回向 第二回向在第十页 好第二回向 第二回向呢叫做不坏回向 他修的是借波罗密 于什么 于什么不坏呢 于什么不坏 为什么叫不坏 他是对于三宝的信心 不会被破坏 这个叫做不坏 对三宝 对三宝的那个信心啊 已经不会被外道外境所破坏 这个叫做不坏回向 那这个对三宝的信心 有没有在这里 深信坚固 就是在这里 三宝地 地宝 三宝包括四地 四地三宝等等这一些呢 深信 而且坚固 所以叫得到不坏 那用这样的深信 坚固的这个信心呢 来回向众生 回向法界 回向真如 回向实际等等 这个叫做不坏回向 好 那我们看到这第二个不坏回向 接下来看看第三第十六页 第十六页的第三回向 第三回向叫做什么回向啊 等一切佛回向 在这里 第三回向 等一切佛 等一切佛呢 他指的是什么 等同于三世诸佛 等什么 等同于三世诸佛所做的回向 而我用这样的一个 等同于三世诸佛所做的回向呢 的这种善根呢 来回向众生 回向法界 回向真如 这个叫做等一切佛回向 那他所修的是在于什么 忍入波罗密 所修的是忍入波罗密 而这等一切佛 为什么等一切佛 这个叫做等一切佛回向 那我们现在呢 要看到直接跳到第四回向 在第21页 好这里 第四回向叫做至一切处的回向 什么叫至一切处 就是说 周遍到于任何一切三宝 乃至于周遍于一切众生之处 都要做什么 都要精进的供养 上求佛道 然后下面下化众生 所以这个要用精进的波罗密 为本体来做修行 它的本质就是精进 就是第四回向 就要不断的 不疲怨的 以此这个精进心 来至一切处 一切众生之处 至一切三宝之处 以这样的善根 来做回向 来做供应跟福田 这个叫做至一切处回向 好 那到了第五回向 第五回向是在第26页 我们第五回向叫做 无尽功德仗回向 我这边有个错字 有没有找到 哪一个错字 写错了 把它改过来好不好 这个 无尽这个这个 写错了 所以可见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 不是用贴的 无尽功德仗回向 这个时候修的是禅定波罗密 禅定波罗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它是要随喜一切无尽的善根 不断的做回向 回向一切 这个佛果的至海 回向真如 所以修禅定之果 修禅定 这个叫做无尽功德仗回向 好 那接下来呢 看第六回向在第三十三页 哇 这个第六回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了 因为里面 有好多好多门 有六十门的 那一个讲布施的 你们看了都一个头好几十个大 三十三页 这个第三十三页 说的是 随顺兼顾 一切善根回向 那在这里面呢 为什么叫做随顺 随顺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 随顺就是要进入的意思 然后兼顾 什么叫做兼顾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回向 他的理 真如之理 跟我们所修行 所实践的那个事 理跟事 都能够怎么样 能够互相随顺 不会说 道理是道理我知道 可是呢 在行为上 在那个做法上 我就做不到 有没有 大家都会有这种情况嘛 对不对 道理我懂得 可是做呢 我做不到 这个就不是理顺 理事相顺 我们的第六回向 已经做到 理跟事呢 能够互相随顺 事顺于理 理顺于事 而且呢 理事呢 等官 可以平等 平等相关 所以呢 这个叫做 平等 因为平等 而坚固 不会说 理 知道道理 但是事呢 做不出来 这个就是说 理强 事 弱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随顺 坚固 到了坚固 就已经 理事相当 相随顺 理事平等了 而这样的一个 理事平等的善根呢 来做布施 而这个布施是要用什么 做本体 以般若 般若 为本体 来做 布施 修诸善事 这个很难 这一个回向 我跟大家讲 从第三十三页 就第六回向 从第三十三页 一直到第几页呢 到第七十五页 都是第六回向 你看 这中间呢 差不多有四十二页 四十二页讲的都是 都是我们第六回向 那里面的内容啊 实在很杂又很丰富 那基本上呢 请大家翻到 第三十四页 第三十四页 这里呢 为什么要跟大家 好好解释一下 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在这里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啊 他在讲回向 然后讲布施 讲如何布施 用什么东西 布施 然后这些布施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啊 在这个经文当中 他就 他就区分的六十门 哪六十门呢 跟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第三十五页的 第三十五页的 有没有 这里 大家在这边写一下 在这里 在这边写一下 总共有六十 总共有六十门的布施 六十门 布施就有六十门 从一二三四五 有没有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第六十 这到第六十呢 是在第几页 一直到哪里结束 一直到第七十 到第七十页结束 从这一页 这一页是到三十五页 对不对 六十门 从三十五页 一直到第七十页 到第七十页 第七十页就是诗之句 到七十页结束 这里有六十门 有六十门 从一到六十 这样子 很多 对不对 而这一到六十呢 为什么要写那么多 第一个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读这个经文是很繁琐 好像你会觉得 不断在重复 很繁琐 事实上呢 它有很深的用意 第一个用意就是说 这个在显现普贤菩萨的 无碍的自在之行 借用这六十门布施 来告诉我们 这是普贤菩萨 自在无碍的修行法门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它要告诉我们说 用这一切布施的方法 施于一田 所谓的一田就是我们所布施的对象 布施的对象 譬如说 有佛 有法 有身 有众身 等等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呢 把这个布施的对象呢 分成五种 叫做五种施田 五种施田 那这布施于一种 就譬如说 你布施于三宝当中的 佛 佛宝来说呢 就等同于 布施于一切田 布施于众生 就等同于你 布施于 清净三宝 等等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一级一切 就含到说 一个行为就包含了 所有普遍的一切行为 这一级一切 那另外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这六十门布施当中呢 就是在一小小的围城当中 就可以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而这个小小的一围城的小布施呢 不是只有布施于一切众生 乃至于布施于变法界的 一切众生 一切诸佛 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级多 对不对 一纵多 这个就是我们十学们当中的 一级一切 一切极一 布施一个对象 就是布施变法界于一切的对象 一多相容 好 那第四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布施的过程跟行为当中呢 我们的一刺激成所有的布施 而没有先后之别 没有前前后后之别 当下几句十四个法界之身来做布施呢 在布施一门当中就有纯门跟闸门 就有一个工具 你可以布施很多的对象 或者是说 以一个对象呢 可以接受不同的布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纯跟闸门当中的那一个互动的状态 那虽然是这样子呢 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重重无尽的关系当中呢 就会显现在我们的这六十门布施当中 任何一个微小的微细的 不管是施者受者工具等等 这三门当中 所以你看这从第三十五页到第七十页这么多 都是在讲这个布施 分成六十门 然后这个布施的六十门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基本心态是什么 在这里大家把它画下来 其心清静 其心清静 于所失物 所失物 没有贪 没有酌 没有令习 具足 行施 也就是说 这个基本 我们要布施的基本心态 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什么 三轮体空 大家知道这个三轮体空吧 都知道 所谓哪三轮都不执着 没有 没有布施的人 没有布施的 东西 没有布施的 没有布施的本体 就是没有布施的那个人 没有布施的对象 还有没有布施的那一个器物 不管是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内容 这个叫做三轮体空 好 好 那 基本上 那下面 下面这个施味 施味 施味 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施什么器味 不是这个意思 他事实上 他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要这个 有没有 布施以后都有一个 回向 然后回向就是愿一切众生 等等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 甘露充满 得一切 法治味 而这个甘露 指的是捏盘 这个甘露就是指捏盘 不使之味 捏盘寂静的不使之味 指的就是甘露 好 那 那请大家看到 第36页的第7 第7 看到施衣好了 先看施衣 施衣可以做什么 可以感得妙色 感得 就是能够有那个妙色 清静的妙色之报 施衣 感得妙色 施花大家都知道 然后施这个慢呢 这个慢呢 慢就是把那个 很多很多花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花环 这个叫做慢 那这个为什么要施这个慢 因为花又串成花环 大家看得都很欢喜 这个叫做欢喜心 让人家生欢喜心 还没有见到佛法的 让他心生欢喜 希望能够见到 然后看到呢 已经听闻佛法的 看了以后呢 就会爱上他 就会继续想要听 继续想要看 这个叫做施慢的用意 好 那施这个香 看到第八项 下面那一页 第37页 施香 看到这个香 就要想到什么 就要想到什么 戒 对 戒不离香 香不离戒 然后这个戒指的是 十度万恨 就是我们任何的行为 都要有戒体 都要慎重 清净 有戒体 好 然后呢 有一个涂香 为什么叫做涂香 涂香就是 你可以涂在身上的那些香膏 有没有 涂在身上 自己就很清净 对不对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涂香还有什么 它驱除障碍 去除辟邪 辟邪之用 让那些邪气 不敢侵扰我们 这个都是涂香的作用 而这个涂香的作用 它指的就是 我们的这十度 就是我们所修的这个十度 它都有一种熏发 有没有 香涂上去不是这样子 有一个香味吗 会熏出来吗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的这一些修行 这些十度万横 都有那一种熏发的作用 熏发什么呢 熏发我们的菩提心 掌养我们的菩提心 是这样的意思 涂香就是一个 熏发掌养菩提心 熏发戒体 让人家 让人家喜欢 然后又可以 可以把障碍 把那些 藏力之气 把它秉除在外 这个就是熏发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 诗 看看我们的第38页 诗灯 诗灯 38页 第13项 诗灯 诗这个灯 大家都知道 我们燃灯 供佛 有时候供蜡烛 有时候供香油 这些都是很好的 而这些呢 他诗灯的话呢 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静眼报 静 清静的法眼 叫做静眼报 所谓的清静的法眼的意思呢 就是说可以证得 清静的真如之体 清静法眼 所以燃灯 供佛呢 他能够灭罪 灭罪 灭什么罪 灭我们的黑暗 黑暗之心的那个罪 因为灯代表光明嘛 所以这样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内心的黑暗灭 内心的黑暗灭 就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 这一些呢 能够借着诗灯 能够把我们的那一个暗黑之处 慢慢慢慢的消除 用我们的智慧来照明 这个就叫诗灯 好 那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四十页 好 第四十页刚刚有说了 我们在这边分成五种诗田 就是对象 我们不诗的那个对象 第一个 诗佛 就是供养诸佛的时候呢 要发二十个月 就是诗田 就是供养的对象 而这二十个月当中呢 一到十月呢 是约着所施的那个佛田 所布施的那个佛田来 来立愿 那从第十一到第二十呢 是约什么 约所施的那个车 来立愿 那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你们自己回去 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把它写上去 对不对 这是学华言的基本功 好 那我们看看师菩萨 师菩萨也是有二十月 跟师佛田是相似的 跟师佛田是相似的 好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个 师菩萨上面不是有一个 所有塔庙 就是师现在一切诸佛 及佛灭后 所有塔庙 善根回向的这个塔呢 通常塔在佛法当中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物 对不对 那他所代表的法义是什么呢 是第一个 他很高 很明显 所以他很容易被看到 这个就是高显 得恨很高显 很显著的意思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法义是 他归宗之所 就是说我们所有所修行的 所有的道理 所有的特质 都归宗于哪里 归向于哪里 归宗之所 把所有的那一些重点 都归于什么什么地方的意思 这个就是塔所代表的用意 好 那对于诗身 五之三的 佛法身的这个身呢 也有 也有二十个月 也有二十个月 前面也是约诗田 那第十 十一到第二十 也是约周 也是约那个车子的 那个车来说的 那第四个 第四个对象是 什么 声闻独觉的二圣 那第五个对象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切众神 所以那五个福田 是不是很容易记 对不对 前面三个是什么 佛法 身 佛萨 诸佛 菩萨 还有僧众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什么 声闻原觉 接下来就是 一切众神 就是五个 五个对象 布施的五个对象 好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的第四十三页 这里面 第四十三页 四十三页 就是五之五 施于一切众神的时候 这里面 有没有 有一个指的是 我们不是给贫穷孤独者的时候 也应该心生欢喜 对不对 而且还要自己悔辙 自己责备 自己说 我应该自己跑去 把这些东西拿给你 供养你的 不是让你来 跑到我这个地方 舟车劳顿来 让我来供养你 而且还要跪拜 问信 取居等等 这是不是很 就像供养 供养佛一样 对不对 而这个贫穷孤独 在这里 佛法当真 说的是什么 说的说 他们是 列田 说的是这个 他是我们的福田 这个贫穷孤独的是我们的福田 但是这个福田 是什么 是列田的 其实布施给他们的功德是最大的 就是他们本身的条件不好 是列田的意思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同样这一页 同样这一页的中间这里 有没有 出离 十出离道 具足菩萨的十出离道 十种出离道 指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十地 这个有找到吧 就是在同样的刚刚这一段 一切众生师田当中 十的出离道 就是十地的意思 就是十地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四十四页 第四十四页有一个 师相师马 你看看 师相师马 布施相宝 相宝是什么 其性条顺 有没有 其性条顺 那 在这里面呢 就一直告诉我们 师马 师相呢 就有一个特色 什么样的特色呢 就有一个特色 就是 条顺的特色 条顺的特色 你看 马宝 马宝也是一样 马宝也是一样 相跟马 是不是都可以让我们 我们调教 然后让我们 为我们做很多事 对不对 但是其重点就是要调顺 要调顺他 所以呢 到最后在这里呢 他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愿 这个愿是什么样的愿呢 你看 愿一切众生成就罪胜 调顺大胜 有没有 成就愿一切众生 成就罪胜 调顺大胜 什么叫做 罪胜的调顺大胜 指的就是 聚菩萨地 就是愿一切众生 能够成就菩萨地 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就 进入菩萨地的意识 所以后面才以善方便 具菩萨地 调顺 所以菩萨地 不是一朝一夕而来 都是要靠我们精进的怎样 精进的去调顺他 没有调顺自己 是没有办法修行的 一定要调 自己要督促自己 自己要 要撤立自己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看看 第四十五页 第四十五页 第四十五页的第十九 施宝盖 施宝盖 宝盖 第十九 施宝盖 这个以七宝为盖 以七宝为盖 他的用意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七宝 有时候我们讲的就是 那个七觉知 以七觉知来修行 修行得很好 对不对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 保护我们 可以把我们的 很恶毒的那一些 外境外界那个阳光 都品除于外的那个宝盖 所以这个盖呢 就是表示呢 希望每一个众生呢 都可以得到因缘果满 因缘果满 而且这个因缘果满呢 每一次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具体的事件事项 在我们的有违法界 在我们的现实界所遇的人事物当中呢 都可以处理皆盖 看到什么事 看到什么人 遇到什么情况 要怎么处理呢 都可以看到那一个真如之理 而这个真如之理呢 可以变成我们所有的 能够自我保护他人 保护自己的那一个盖 所以这个就是在显示什么 显示于悲智 我们的悲 我们的智呢 可以随顺于一切的善根 而成宝盖 所以这个盖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意 很重要一个法意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第四十六页 失那个床跟翻 四十六页 第二十个 失床跟翻 这个翻好像写错了 对不对 把它改过来 是金字旁的那个翻 失床跟翻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重点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第一个呢 要建立我们的善行 然后把我们的恶行翻转过来 这个叫做见善翻恶 看到这个翻呢 就要想到见善翻恶 把我们的恶行翻转为善行的意思 这第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说 要把那一个慢心 把我们的慢心 透过空儒 真性的空儒之力 把我们的慢心给去掉 这个叫做重法翻慢 重法 法是真儒之力 把我们的慢心翻掉 翻过来 就是从不好到好 从恶到善 然后从执着慢心 到见到空性之力 而不执着的意思 所以这个翻跟慢 它本身就有两种这个意涵 盘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看第二十三 就是第四十八页的第二十三 施宝 宝罐 跟朱 跟吉朱 这个祭呢 祭就是我们头顶上的那一个 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头发上 盘一个 祭 有没有 祭上 这朱啊 他这个呢 他表示的是什么 体元 得备 能够 能够怎样 能够把我们的烦恼啊 给 给去除掉 所以呢 这个叫做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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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能够看得到 为什么 sk 为什么说 他是一个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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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能够看得到秘密之宝 秘密很奥妙的那一个宝珠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文 我们有那个开泉显时 把那个记忠之宝珠解开来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解记 解开记忠之珠给大家看 就是开泉显时的意思 但是假如是记忠诸 这三个字来代表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用全教来隐藏于实教 所谓的全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 小史宗等等的这些教法 小教 史教 宗教 我们的原教是实教 这个我们在上相中跟信中就已经特别的有讲过了 所以解记就是开泉显时 然后记忠诸隐藏在里面的时候 就是以泉饮食 隐藏的隐 以泉教 暂时用全教来教导这个三圣根器的众生 等这些众生清醒成熟的时候 再说实教的教法 譬如滑滑经 譬如滑眼经 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实教教法 实在是我们很大的福报 从第二十四开始 从第二十四 失妻子等救欲求 这个都开始我们都很难能够做得到了 以前有一位在讲大泼热经的师兄 他就说像这一些要失妻子等等这一些 让别人去做吧 我的老婆很好 我需要她 那他这里面 从这里开始就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告诉我们内财跟外财的五位师 我们有内财有外财 对不对 就是告诉我们内财外财的五位师 你看第二十五 还要舍身待死求位 我们做得到吗 你看 我替你去 然后施这个肉记施言 施肉记 第二十七呢 施言 第二十七施言 然后这个言呢 大家注明一下 我们不是有离世间品吗 对不对 离世间品当中 就讲实言 讲实言 然后这里面的发所发的怨心 就跟我们的实言很类似 从这里开始 所发的最盛言 什么样 什么样 就是我们离世间品的那个实言 这个很类似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五十一页 第五十一页 第五十一页有一个施耳回向的实愿 有没有看到 施耳多 然后回向 回向有实愿 其中有一个 愿众生得无碍耳 无碍耳 那这个无碍耳 事实上呢 在梵文本上 这个无碍耳说的是 无拙 那个 那个 那个拙 那个 这个叫什么 无拙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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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拙的那个拙 无拙耳 说的是 无拙耳 所以 朴文一切说法之音 而无所执拙 是无拙耳 然后下面有一个 无龙 溃耳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溃字啊 指的就是 一生下来 就听不到了 生下来 就是 就听不到 就没有那个 那个 那个 听的那个 功能 撑下来就听不到了 这个龙 好 那 然后下面有一个 耳王 有没有 广大清净 为诸耳王 这个耳王呢 耳王指的就是什么 不是耳朵很大 很漂亮 不是指的意思 指的就是说 不管你听 或者不听 都很自在 不管你所听到的 是清净的声音 还是人家 辱骂你的声音 还是人家 称赞你的声音 还是人家 诋毁你的声音 你都心不动 而自在 这个叫做耳王 王是自在意 所以你们以后 看到什么什么王 就表示他很自在 都可以有一个 无碍的境界 好 然后有一个 失鼻 鼻子 那这个失鼻 他的 他的意思 法意是怎样呢 他是说 因为我们的鼻子 就是在我们的 面容的中间 对不对 从这个面容 从鼻的好丑 就可以影响 面容的好丑 所以他在从鼻 谈到一个面容好丑 来立愿 你看 得什么鼻 愿一切众生 离开什么什么面 得什么什么面 得什么什么面 鼻跟面 愿意得离会路面 得什么 得一切法面 得无障碍面 因为鼻在我们的中间 然后面的好丑 由鼻而引起 面容好丑的种种判断 所以这个才把鼻跟面 这样连起来成一个愿 好 那接下来看 接下来看下面 看下面 下面的第52页 施牙齿 施牙齿 为什么把施牙齿 拿出来说呢 施牙齿它表示的意涵是说 因为牙 牙的功能就是咀嚼食物嘛 对不对 它咀嚼食物呢 就是就好像就可以把那个食物 调食 可以把食物的好跟坏呢 能够调养我们 所以呢 这比喻说 你施牙齿 就好像牙 可以调食 然后这个调食 我们是要做什么 是要滋养我们的法身 是要滋养我们的法身 不是滋养我们的身体 所以你们看 这里面才有一个六牙相王菩萨 有没有 然后菩萨安住兼顾 自在地中 这个呢 指的是陆地的菩萨了 陆地的菩萨 然后这里有一个 在这里 文理回旋万智成就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万智 万智是我们佛法当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万智 万智 那梵文本 他说万智是佑玄 万智是佑玄的 就像我们的宇宙的 很多那个心 很多那个 那个法界 都是佑玄一样 好 看到第三识 第三识的诗 诗的是蛇 诗的是蛇 然后呢 你我们看到这一段呢 可以参考的是什么 如来像豪菩 像海菩的广长蛇像 这我们有一品 这个广长蛇像 像海菩的广长蛇像 就可以参考那一个来看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五十三页 五十三页有一个 诗首足 有没有 诗首跟诗足 首跟足 诗首 首的意思呢 就是说啊 性为首的因 首代表因 也代表性 也代表性 然后呢 足呢 足代表行 实践的意思 足代表行 代表实践 然后因为有实践 有修正 所以呢 他才能够得到那个果 才能够由步于诸佛世界当中 所以首代表性 代表入 开始要修行 开始要动作了 足呢 代表实践 代表修正 能够代表能够到各个佛国去游利 所以首足也很要紧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里面才说 以性为首 对不对 起饶意行 然后 往返周旋 等等 等等的 然后安部游行 等等 好 这个施首足的意思 接下来 很多很多 然后 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第58页 我们说一些比较特殊的 第58页 好 第58页的第41 求法 而且入火 火代表是很难取得到的意思 难取之意 很难很难得到 然后第43 第43 第43 为求法 舍海内所有 指的就是舍王位的意思 把自己 所有的那个权势 所有的财富 地位 等等 都舍去 舍财富 舍王位 舍所有的名利 这个就是舍海内所有 那 第46 第46 61页的第46 探佛出世 有没有看到 第46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写上去 写几个字 大威光太子 如大威光太子 赞叹佛所说 大威光太子 大家知道他是谁吧 知道吗 就是我们华严经里面 譬如舍那佛 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就叫大威光太子 我们有一品 譬如舍那品 那一品里面就有说 有写 我们讲义上也会给大家 好 那看第48 48这里面 施童跟朴 童跟朴不太一样 所谓的童 指的是 这个童 指的是年纪轻 年纪轻 然后又很俊美的 这个叫做童 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就是要来照顾 要来照顾的那个功能 然后这个仆 这个仆 就是仆人的那个仆 我们这个仁字旁 在一个仆面的那个仆 那个右边那里 仆就是仆人这个仆 这个仆呢 他的功能就是 指手的功能 看着 守着 指手的功能 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要帮大家做事的 这个叫做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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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童跟仆 你看我们的中文字 区分的很 蛮那个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再介绍了 一直到第七十页 大家看一直到第七十页 才真正的这六十门才结束 在这里有没有 第六十是师之句 师之句 一直到这里 大家把注明一下好了 这里 六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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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六十门 也是我们第六回向的六十门 六十门布施 静 把它说明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介绍 做一个总结 接下来就是 就是第六随顺的那个总结 好 那第七 第八 第七回向 第七回向说一下 第八回向很要紧 第八第九回向都很要紧 那所以我们要赶快的讲一讲第七回向 第七回向是在第七十五页 好 第七回向就是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那它是以方便波罗密为其本体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随顺众生 你一定要有许多许许多多的那一个善巧方便 所以它是以方便波罗密为体 然后你要等随顺一切众生 这个等呢 是大家在前面等加上一个字 平等 加上一个平等 平等随顺 然后随顺后面再加上一个字 观一切众生 而作回向 你这样子加两个字你就可以很清楚 更清楚它的那个里面的内容 平等随顺 平等随顺 然后随顺后面加上一个观 观察的观 平等随顺 观一切众生回向 而你这样做这个回向的时候呢 你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怎样 没有贪嗔痴 无贪 无称 无吃 以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做到一个平等 你自己有贪嗔痴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怨亲平等 对不对 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人 亲近的人 总是照顾得多 想得多 是不是 对于讨厌的人呢 恨得多 对不对 必得多 完全没有办法平等 所以一定要 没有贪 没有嗔 没有吃 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的平等心 好 这个就是第七回向 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入到第八回向 第八回向 大家回去要好好的先念一段文 因为我们以后十玄门上面 就会读到百门的回向 有一百个真如回向 然后这真如回向都跟我们十玄门都有关系 看到第八十五页 第八回向叫做真如回向 这个真如回向呢 谈的都是真如的体性 他是以愿赢 他是以愿波罗密为体 以愿波罗密为体 那这个真如呢 当然它就指的是大智慧 所以它辩一切的世间跟初世间法 这是真如的第一个特色 然后第二个 在这一个真如回向位当中 它是以回向做法门做方法 然后再把真如当中所具备的大慈大悲 乃至于大陀罗灵门所隐身的大神通力 能够完全的发挥 这个叫做真如回向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它指的是真如是圆法界 圆满的法界行门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知道法界的体性 第一步你先要正到真如 从正真如根本自开始 继续的修持后得志 利益众生才能够圆满法界的行门 而这圆满法界的行门 就依着我们的第八回向位 真如回向来具体的去实践出来 所以在这个真如回向当中 我们要经常关照的是什么 是有无恶地 有没有 我们常说真地跟熟地 我们可以看到真地 我们也可以看到熟地 真如恶地 不是真地归真地 熟地归熟地 而是真如恶地 有无恶地 都是异合相 不恶不一 一而不恶不恶而一 有无恶地 真熟恶地 是异合相 而且它还要做到的是什么 还要做到的是能所具名 所谓能所就是没有我要认识的那个境界 也没有我这个认识的人 人静是合一的 没有对立的 这个叫做能所 好 那我们看真如回向当中 有摆门真如 在这里当中 请大家翻到第八十六页 第八十六页就有我们的十玄门的经文在里面 第八十六页的下面 回向菩提的三之三 在这一段 好 大家看一看这段的经文 来看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是属于我们的哪一门呢 这属于我们的哪一门 对很好 一多 没有错 就是我们一多相容不同门 大家把它写上去 就这一段 就是一多相容不同门 好 那现在呢 再看看我们的第八十九页 第八十九页是重点 所以大家回去八十九页要多看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 我们的玄坛就要讲到这个摆门真如 摆门真如在哪里 在这里 摆门真如显十门真如 这个摆门真如 就是在我们第八回向 真如回向当中 有一摆门的真如特点 然后它要显现的是什么 十玄门的十门真如 或者来配十地十如 然后这个呢 详细的 我都有把它写上去 有一本展要的第七册 因为我把它分成好几册 那你们没有分的话 你们就直接查 这个页码在这里 最初十门在这里 那我有一个讲义 会发给大家 因为我们是属于玄坛的讲义 摆门真如 譬如说第一门 这个是第一门 这个第一门 这里从辟如真如这里 有没有 便以切处无有边际 善根悔向异乎如是 便以切处无有边际 第二门在这里 辟如真如 有没有 回去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写到一百 然后你们也就读到了 对不对 边写边读你们就读到了 那这个讲义我会给大家 然后这个讲义呢 配着我们的十旋门都配好了 展药啊 展药在那个我们基金会有 展药他 展药的意思就是说 他把书超 我们清凉国社的书超 还有礼长者 礼通玄长者 他的论 的重点呢 都把它跟编在一起 这个叫做展药 他没有全部的书超内容 也没有全部礼长者的内容 他把他这个特色呢 都把它编在一起 是那个清朝的那个法师啊 他所编的 那本书很好 很惊要 但重点都在 假如书超 没办法 一下就看书超的话 看展药也很好 因为我刚开始 也是从看展药开始 才看懂的 才看懂书超是怎么回事 所以展药也推荐你们 应该基金会应该也还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来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 千两国师就有跟我们讲 这一段 辟如真如 好到这里 这一门呢 这一门是什么门 这一门是什么门 然后呢 这个第三门在这里 第三门这里 这一门又是什么门 然后第十 第十个 第十门 这一门 这一门又是什么呢 第一门很容易见 第一门是什么 他说 他说这一门啊 叫做秘密隐显巨尘门 第一门 这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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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三呢 这个辟如真如 横守本性的这一门呢 这一门是 也是第五门 也是第五门 秘密隐显巨尘 然后最后一个 辟如真如 能有安利 这一门啊 这个是哪一门啊 上面这一段不是 上面这一段没有 是下面这一段才有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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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第十 信长随顺 善根悔相 这一门是主办 圆容巨德门 这一段 主办圆容巨德 这是第十门 这是第十门 然后呢 第一段 第一段是第五门 秘密 第五门 然后这一段 横守本性 也是秘密 也是第五门 也是第五门 好 大家有点 看久都会乱掉 那没关系 再继续看到 第九十月 第九十月 第九十月的 下面 第九十月的下面 譬如真如体 性无边 这里 譬如真如体 性无边 在这一段当中 这一段呢 是同时巨竹 相应门 第三是 这里啊 我的标号是第三十七 你知道吗 但是呢 那个刚刚我们说 那个展药的标号 跟我的标号 不一样 差一嘛 差一号 那我自己的标号 这一门是 这三十七门 这一门是 第三十七 然后呢 这里呢 第三十七门说 是同时巨竹 相应门 跟主办 圆融 巨德门 这是第三十七 然后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里弄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 我的那个 我的本子 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九十月 跟你们的九十月 不一样 我的九十月的最下面 是你们 你们是不是九十一页 九十一页 譬如真如 与一切法 而共相应 你们是不是 在第九十一页 是 那我是九十一页 是在你们的九十一页才对 对不起 因为我的本子 跟你们不一样 我这个是出版 你们那个是 是已经修改过的版子 所以在这一段当中 譬如真如 与一切法 而共相应 在这里 这个是第三十七 这个是第三十七 然后呢 譬如真如 与一切法 中性常平等 这个是第三十八 然后第三十九 第三十九是下面 譬如真如 不离诸法 这是第三十九 好 那这个第三十七呢 它是同时巨竹相应门 第一门 跟第十门 一跟十 然后第三十八呢 是第二门 第三十八 是第二门 广辖 是在万门 然后第三十九呢 第三十九呢 第三十九 这一门呢 是第四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解释啦 实在应该好好解释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很短 所以就只好先这样子 那回去呢 自己就多读 好不好 多读你们就会多懂了 然后再继续看 然后再继续看 譬如真如一切法 无有相为 这一段 在这一段当中呢 在这一段当中 他也有 譬如真如 普色诸法 有没有 譬如真如 普色诸法 这一段 这一段好多 一直设一切 只要到这里 到这里 这里 第四十二 譬如真如 普色诸法 这个是在第四十二 他把四十二门 写上去 这第四十二 这个第四十二 然后呢 这一段呢 他包含了第二门 跟第六门 二跟六 普色诸法 二跟六 那第四十三 第四十三是 也是二跟六 四二是三 这个四十四十三 也是二跟六 然后第四十四呢 这个是第四十四 不相舍离 这个第四十四 同时聚足相应门 这是第一门 四十四这里 这个是第四十四 同时聚足相应门 很多 然后譬如真如 变一切业 然后他也开始 又变很多很多了 在这里 日业当中 你们的 九十几业 九十二业 譬如真如 变一切业 有没有找到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是第六十一门 一直到第六十五门 一直到六十五门 这里都是十四格法 一层门 都是指的那个法 时间 十四格法 第九门 十四格法 一层门 都指的在这里 很多 等那个讲义 你们回去先看一下 那讲义 我都有 一二三四 一直到一百 都把你们列出来了 你们这样子看着 就会比较清楚 然后一直到 第九十三页 九十三页的 第九十七下面 有没有 圆满一切 清净智慧 在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才算结束 到这里才算结束 一百真如的结束 一百真如 大家注明一下 这边一百真如的结束 很多 也就是说行为以前 在这里 这个是一百真如 一百真如的结束 接下来就 他的位 就是在这个 第八位当中的 当中呢 是要怎么样的 位形的一个回向 好 好 很辛苦 辛苦了 那现在呢 我们赶快看到 第九回向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十回向品 把它坚持完成 好不好 第九回向 第九回向 第九回向是在第九十六页 你们是不是也在第九十六页 第九回向位 好 第九回向 无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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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我是不是少写一个字 无拙无腹 那个腹没有写 无拙无腹在这里 解脱回向 一样的 他修的是力度 力 他修的是力度 好 那他这里面 其实他有好多好多 他有好多好多的一些重点 但是我们稍微先讲一下 所谓的拙跟腹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拙呢 比较指的是比较细的那一些烦恼 那腹呢 指的比较粗的 粗向的 粗向的那个绑住的那种现象 这个是比较随出的 而这个拙呢 指的是比较细的 细的烦恼 好 那在97月 一多摄入自在的这里面的九月 有没有看到 普贤 普贤得的种词 普贤得的种词 里面就有很多十玄门 在这里 普贤自在利用 有没有 就告诉我们一多摄入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一多摄入的自在 然后在这里面当中 他这里面当中 有一个以无着无腹的解脱心 全就普贤 佛自在利 在这里 于一门中 赐献不可说不可说解 等等 好 就这一段 这一段呢 他是广辖自在无碍门 广辖 这一段 也就是广辖是属于我们的第二门 对不对 广辖自在无碍门 请大家翻到第一百页 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十玄门 几乎都是十玄门 所以第九回向大家回去好好看 第一百页的那个 普贤圣静的究竟相及相入的 重重的无尽 好 在这里 相及相入重重无尽 有没有 已经告诉我们的下面讲的都是相及相入 然后重重无尽了 这一大段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 然后呢 第一百零二月 第一百零二月当中啊 特别在这里 有找到吗 前面都是相及相入 然后下面这里呢 我们下面这里谈的是第三个 唯戏相容的那个圣身德 唯戏相容时的圣身德 所以从这里开始几乎都是唯戏相容们 从这里开始都是唯戏相容们 然后你们呢 再把这个离世奸品 离世奸品的那个写上去 参考离世奸品 参考离世奸品 那这十门呢 这十门一直到哪里 这十门一直到 一百零六月 一百零六月 一百零七月 我是一百零七月 在这里有没有 以上皆为回向众生之菩提 这里 一直到这一百零七月这里 很多 很多 那接下来就是讲寂宇 讲什么的 所以这个维系相容安利门 还有相及相入 还有广大自在 设法广大自在 就是那个一多 一多跟那个第四门的 诸法相及自在门 这个都是在属于普贤圣行 普贤菩萨最后最后的 那个功德都是属于在这里 辛苦了 大家学得很辛苦 好 那最后看到 还有一个最后看到 第一百二十九月 鱼翼毛孔中 西明鉴 有没有找到 这个 清静中的一念 因为你们的叶树跟我的叶马不太一样 鱼翼毛孔中 在这里 鱼翼毛孔中西明鉴 不可思议无量佛 一切毛孔皆如是 普理一切世间登 这一句话指的是 维系相容安利门 维系相容 有没有 小容大 一毛孔容不量的佛 是小容大 然后也是一跟多 一多相容安利门 对不对 然后一切毛孔皆如是 一切毛孔皆如是 也就是什么 诸法相及自在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好 那刚好我们十辉相品 因为时间有限 只能这样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希望你们回去有空 自己稍微再整理看一看 好不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要进入到我们十玄门 玄坛的那个进度当中 所以下个礼拜 大家要把冠珂带过来 要把书钞带过来 也要把我们手上的某些讲义带过来 因为我每次上课 我会讲一两 一两个冠珂的经文 让大家不要手上拿到讲义 结果都不晓得讲义在讲什么 还是要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重点 所以大家要辛苦一点 我们应该是礼拜四上课 对不对 所以礼拜四大家记得 来继续用功 好 请大家一起和尚 我们来共同回向 以此称经功德 以此发愿功德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消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罪够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解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冤业 愿与世恩三有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即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福智 同游 华藏 庄严海 共入菩提大道场 好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